台北农产运销公司5月14日爆发第一例确诊 到现在已有45人感染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上周六就已成立专案小组处理 与中央商量后 认为与其每周快筛不如都打疫苗 唯独疫情扩散 因为北农大概总共 里面员工大概是500人 那外面还有一些委外的什么厂商 那更外面还有说中南部来 这个叫什么叫承销商是不是 加一种大概4000人 如果要每个礼拜做快筛 那不如我们昨天讨论完以后 我们有个新的赞助 干脆就把这4000人全部打疫苗就解决掉 因为之前已经有做过快筛 大概有400多人 之前已经做快筛了 我们今天就先把他抓来 疫苗全部给他打第一轮 那再来就是那个最外圈那个 被感染机会很低 那个也是抓来就打疫苗 中间那一层你知道 就是有确诊的 还有跟确诊有接触的人 原则上我们就给他做快筛 快筛完阴性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接下去的 前进指挥所在现场会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他们会去把所有北农现在拍卖的动线 跟场域 做一个分舱分流的规划 因为他们的确是一个完全是开放空间 那从北农的前面的疫调 大部分都是在相同空间活动的人 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而群聚 所以我们会先做动线的分流 第二个也会在像冰疆市场 它其实是有非常清楚的出入口 出入口的降载跟人员的控制 那我们也会把我们整个 在台北市能够控制的部分 今天已经下了新的命令就是 台北市本来进出市场 就要用身份证字号进出 所以今天从冰疆 从今天开始冰疆市场会严格执行 之前我们一到五是让他们自主分流 那我们今天开始冰疆市场是强制分流 那最重要的还是现场的疫调的 结果跟状况的匡列 其实这个案子已经匡列了 非常多的同事和同仁 所以并不是像外界说都没有匡列 黄山山副市长也强调 北农是大台北地区 最重要的蔬果批乏市场 提供民生基本需求 所以目前并不会休市 期望以降载方式维持最低运作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道